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作时间更长 而氧化物则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就图中这么一小块电池提供的电量足以媲美当前手机那么大的电池了 目前来说 预计这种电池会首先运用在蓝牙耳机 智能手表等小型可穿戴设备上提供更高的续航以及更快的充电速度 所以不久的将来 AirPods Apple Watch AirTag的续航可能会率先突破 好消息说完了 剩下的另一个便是坏消息了 坏消息是 iPhone iPad等较大的设备暂时还轮不到这种好事 在这项技术能够推广到更广泛的应用之前 还有一些挑战需要各服 具体来说 TDK用于电池构造的陶瓷材料一碎 这对大尺寸电池 例如电动汽车甚至智能手机所需的电池 构成了重大障碍 技术困难和易碎性表明 生产适合这些应用的固态电池在间隙内无法实现 Wilter McKenzie高级研究分析师Kevin Shaw强调 固态氧化物电池的机械性能不佳以及大规模 生产带来的挑战和成本是其在智能手机中的应用障碍 这些挑战凸显了在固态电池被广泛用于更大规模应用之前 需要持续进行研发与优化其材料性能和制造工艺 不管怎么说 不久的将来 AirPods Apple Watch AirTag的续航突破还是挺值得期待的 说到Apple Watch 今年正值Apple Watch发布时周年之际 苹果可能会为Apple Watch带来重大更新 并将使用Apple Watch X来命名 作为Apple Watch发布时周年的纪念标款 Apple Watch X也望带来里程碑式更新 接下来 我们来聊聊Apple Watch可能带来的惊喜 2014年9月9日 苹果在加州库比蒂诺的Flint Center发布了Apple Watch 这是在乔布斯离世后 苹果的第一个One More Thing产品 也是库克时代发布的第一个没有一挨开头的新品 转瞬间 10年已经过去 单照惯例 自Apple Watch Series 1开始 苹果几乎总是每隔三代就进行一次大的外观更新 但随着Apple Watch Series 7的发布 苹果为手表升级了更大的屏幕 还带来了更圆润的机身 直到现在 这一ID设计正好迭代了三款手表 同样在暗指着下一代Apple Watch将获得外观上的全新变化 郭明基在最新的Medium博客中 提到即将推出的Apple Watch将迎来全新外观升级 新的Apple Watch会拥有更大的屏幕尺寸 将从之前的45mm x 41mm升级到约49mm x 45mm 另外 Series 10还会变得更薄 郭明基还补充道 虽然去年最后没有量产 但经过过去一年多的密集测试 目前3D打印的生产效率又明显改善 因此Apple Watch将从今年下半年开始 采用由3D打印技术生产的零部件 至于Apple Watch Ultra的下一代产品 郭明基表示该款机型的规格无明显变化 若生产良率能符合预期 则可能会新增机壳颜色选项 例如黑色或深色等 Apple Watch X将采用更薄设计这一观点 与彭博社的马克·古尔曼上周末报道的内容完全吻合 在最新的汤尔暗示视通讯中 古尔曼表示苹果正在努力对MacBook Pro和Apple Watch进行瘦身处理 并计划让最新款iPad成为同类产品中最薄最轻的设备 此外他还在此前的报道中 声称下一代Apple Watch将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革新 目前Apple Watch的表带 是通过机身侧面划入来固定连接的 从发布至今 所有的Apple Watch都采用了这一设计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兼容不同型号的产品 从初代到Apple Watch Ultra的表带均可互相替换 但这样做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庞大的表带固定槽无法变动 会占用较多原本可以留给电池和其他部件的位置 这对于手表上寸土寸金的空间会造成一定的浪费 因此 Apple Watch X可能会采用一种表带连接系统 据赛域开发Apple Watch的内部人士透露 Apple Watch X可能会采用一种新的磁吸表带固定方式 但目前并没有披露太多细节 新表带的磁吸固定方式可能会带来更便捷的体验 不过这也意味着先有的Apple Watch表带 可能不再与新的Apple Watch X兼容 在健康管理方面 苹果一直尝试在Apple Watch上提供血压监测功能 据彭博社此前报道 下一代Apple Watch将首次配备血压传感器 苹果首次实现该功能的关键之处在于 它不会向用户显示确切的收缩压和梳张压读数 相反 该功能将显示血压随时间变化的趋势 类似于Apple Watch目前的体温功能 如果用户的血压呈上升趋势 他们就会受到通知 提醒他们注意这一变化 该功能还会提示用户记录血压飙升时的情况 美国商标和专利局则在早前也公示了一项苹果的专利 其中就涉及到非侵入式血压测量方法 苹果在专利信息中称 相较于侵入性测量技术 传统的非侵入性测量血压的方法准确性谱变不高 而且在实际测试中存在诸多变量 但苹果在这一专利中 对非侵入性血压测量方法进行了改进 可以明显提高准确度 另外还有消息称 苹果仍在开发一个能提供准确血压数字的系统 但这些改进仍遥遥无期 Apple Watch即将推出的另一项功能 是睡眠呼吸暂停检测 这项功能最快将于今年推出 其工作原理与Apple Watch的其他大多数健康功能类似 将提醒用户可能出现的健康问题 并建议他们接受医生的进一步诊断 据同博社报道 Apple Watch的睡眠呼吸暂停检测功能 将检测用户的睡眠和呼吸情况 以预测用户是否患有这种疾病 除了以上这些更新外 就在近日 网上还爆出了一个Apple Watch的AI新功能 根据美国商标和专利 居6月20日公示的清单 苹果公司获得了一项关于Apple Watch的专利 主要利用超宽带Ultra White Band 实现自然手势智能购物和信息收集等 苹果的这项专利大部分都在讲述购物场景下 佩戴Apple Watch的用户只需要抬手指向某件商品 就能获得关于该商品的售价 产地 保质期等相关信息 而该专利更没有趣的一点 是在生活场景下的泛化 例如Apple Watch佩戴者 手指画廊中的衣服化 然后系统会提供有关这幅画的更多细节 而在另一个例子中 用户指向Ig的金字塔 Apple Watch会记录用户指向的位置 并提供相关信息 Jeffrey听起来 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放眼当下 Apple Watch已经走进了许多人的日常生活 无论是作为饰品还是运动检测设备 Apple Watch都是十分合适的存在 它不是必须 但是Apple Watch带来的锦上添化 已经让众多用户感受到了那份喜悦 十周年之际 Apple Watch也即将迎来X时刻 让我们一同期待苹果会呈现一份怎样的礼物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期待这次Apple Watch的大更新吗 对苹果徐航还抱有希望吗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咨询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